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第161集 少平出神地望着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心中不由生出许多感慨来 他知道外面的人很少了解这个世界的情况 他们更瞧不起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 是啊 人们把他们称作霉黑子 探毛 大部分女人宁愿嫁给一个农民 也不愿嫁给他们 他突然想起了田小霞 少平离开黄园前 小霞就走了省城 他们分别已有半年多了 他到煤矿的第三个月 才给小霞写了一封信 在此之前 她的一切都处在混乱中 没心思顾及其他 从小霞给她的回信看 她马上就在那里干得顺心如意了 少平知道 小霞很快就会施展才华 成为省报的重要角色 但她最为关心的是小霞对她的态度 从信上看 小霞对她一如既往充满感情 她甚至能看出那些惊叹号和省略号后边 所包含的深情 以后的几封信 同样如此 因为小霞经常外出采访 半年来 他们的通信次数 不像一般恋人那么多 但那几封信 对少平来说 已经足够了 她在井下黑暗的长子面上 常常闭住眼 默念小霞欣赏的那些甜言蜜语 她内心无比骄傲的是 周围的人 做梦也想不到 她 一个霉黑子 女朋友 却是省报的记者 如果她说出这个事实 恐怕没有人相信 煤矿工人 连不识字的女人都难找下 竟然有省报的女记者爱你小子 吹牛皮了 有时候 连她自己也不相信这是真的 总觉得这是一个梦幻 其实 认真一想 也许 这的确是一场梦幻 是的 梦幻 一个井下干活的煤矿工人 要和省城的一位女记者 生活在一起 这不是梦幻又是什么 凭着青春的激情 恋爱 通信 说些罗曼蒂克和富有诗意的话 这也许还可以 但未来真正要结婚 要建家 要生孩子 那也许就是另一回事了 归根结底 他和小霞最终的关系 也许要用悲剧的形式结束 这悲观性的结论 实际上一直深埋在少平心灵的深处 可悲的是 悲剧 其开头 往往是喜剧 这喜剧在发展 剧中人喜形于色 沉沉沉于绚丽的梦幻中 可是突然 孙少平不愿再往下想 他的心情变得阴郁起来 太阳西沉了 大地和他的情绪 融合成一片同样的昏黄 他看了看万上 刚刚买来的蝴蝶牌手表 时针的箭头已指向了八点 他在苍茫的暮色中走下山来 又到其他地方转悠了好长时间 才向矿区走去 不论怎样 十二点钟 他要准时从那个黑口口里 钻入地下 孙少平静止来到 与采掘区队办公室相连的浴池 开始了下井的第一道程序 换座衣 有许多小柜组成的 一排排大座衣柜 就立在水池旁边 一人占一个小柜 钥匙自带 整个浴池为三层楼 每层的格局大同小异 少平的座衣柜在三楼 现在 中午十二点入坑的工人正陆续走上地面 他们在通往井口那条暗道旁的矿灯房 交了灯具 就纷纷进了浴池 这些人疲倦的 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 沉默寡言的 把又黑又脏的座衣脱下 有的人立刻跳进 黑乎乎的热水池 舒服得啊啊的身患 有的人 先忙着过烟瘾 光屁股倒在座衣柜前 或蹲在浴池的瓷砖棱上 所有的人 都是两支烟 衔接在一起 到处听得见丝丝的吸气 扑扑的吹气 以及疲劳的叹息声 整个大厅里 弥漫着白雾般的水蒸气 和臭烘烘的尿骚味 孙少平把自己身上的干净衣服脱下 塞进衣柜 从里面拉出那身汗味刺鼻的座衣 匆匆穿在热身子上 煤矿工人 也许不怕井下的熬苦 但都头疼换衣服 天天要这么脱下又穿上 尤其是冬天 被汗水和煤灰染得又黑又脏的座衣 潮湿而冰冷 穿在身上只叫人打哆嗦 少平座衣的裤子后边 已经被矿灯盒的硫酸 腐蚀开一个破洞 好在有衬裤 不至于漏肉 有许多人就是露着屁股下井的 井下谁也不在乎这 和少平一块干活的安锁子 经常连裤子也不穿 光身子豁没来 在煤矿 男人相互间 对裸体都看厌烦了 少平换好座衣 就从浴池的楼上走下来 在一楼矿灯房的小窗口 把灯牌扔进去 接着便有一只女人的手 把她的矿灯递出来 矿灯房四壁堵得像牢房一般严实 只留几个小口口 里面全是女工 一般都是丈夫因工伤之后 顶替招工的 煤矿的女人太少了 就是这几个寡妇 也尝试矿工们在井下 尾侠的百谈不厌的话题 他们被四毒水泥墙 保护得严严实实 以免遭受某些鲁莽之徒的攻击 男人们只能每天两次 看看他们的手 少平从那只女人手里 接过自己的矿灯 把灯绳往腰里一束 就提着灯盏穿过暗道 向井口走去 暗道本来有灯 但早被人用斧头打掉了 如果再暗 不出一天照样会被打掉 疲劳的工人 常常冒出许多无明火 而无处发泄 不时随手搞点小小的破坏 穿过暗道的尽头 准备下井的工人 从井口一直拥到了那几十个水泥台阶上 人们到这里仍然是沉默寡言 只听见上下罐的信号铃 在当当当当的响着 十几分钟后 少平便下到井底 接着 在黑暗的坑道中 步行近一个小时 期间要上下爬四五道大坡 才来到他们班的工作面上 投茶炮还没有放 所有的斧子工和荷煤工 都在六字机尾的一个拐行里等待 人们在黑暗中坐着 或干脆大茶腿睡在煤堆里 正向农民在山里不嫌土 煤矿工人也不嫌煤 什么地方都可以躺下睡 反正这地方 谁也别想把衣服穿干净 这一段时光 实在叫人闲的话 矿工一下井 就想马上干活 每天的任务都是死的 干完才能上井 那么最好早点就干 但井下的工作程序也是死的 没有放炮 想干也干不成 在这个时候 人们既然闲得没事 又不能抽烟 总得寻找某些消遣方式 最好的消遣方式 当然是谈论女人 首先 从矿灯房小窗口 那只女人的手弹起 一直谈到 和自己的老婆睡觉的 各种粗俗不堪的细节 人们在黑暗中 尾狭地说笑着 微弱的矿灯光照出一张张 露着白牙的嘴巴 通常这个时候 少平总是把随身带下井的一本书 在黑暗中翻到折夜的地方 然后借用手中的矿灯光 一声不吭地看起来 最近她看的是红与黑 这本书她以前粗粗翻过 印象不深 因此想再看一遍 前不久 班长王世财突然提议 让少平利用这个时间 给大伙儿讲讲书中的故事 王世财不识字 但很爱看戏听故事 另外的人对自己的老婆也说腻了 一致支持班长的提议 这是本外国书 少平对班长说 外国人也是人 他们的故事咱们正听得少 你说 安锁子喊叫 外国的男人女人 一见面就一个啃一个 正美 既然班长提议 大伙儿又都想听 少平就只好给他们 讲起了红与黑的故事 于莲这个名字 像中国人的名字 大家能记下 其他人物的名字 他都用什么先生 夫人 小姐等代替了 今天 大家躺在黑暗的梅堆里 又准备听少平讲于莲的故事 孙少平尽管今晚心情不太好 但他还是在 梅六子的隆隆声中 接着昨天的情节 给大伙儿讲开了 今天 该讲于莲怎样爬着那个梯子 从窗口钻进了小姐的卧室 当少平会声会色讲到 于莲爬进窗户 抱住那位小姐的时候 安锁子突然像发情的公牛那般 嚎叫了一声 便从少平手中夺过那本书 一仰手 扔在了梅六子上 去他妈的 于莲小子美了 老子在这干受罪 少平还没反应过来 那本红与黑就被六子拉走了 于莲 夫人 小姐 以及整个巴黎的上流社会 都埋进梅堆 滚进了鸡头那边的溜眉眼 安锁子的举动 引起黑暗中一片快活的哄堂大笑 少平无可奈何 一本书的毁灭 引得大家一笑 那也许就是值得的 无聊而寂寞的人们呀 疯狂的安锁子 做完这件破坏性的工作 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把裤子一脱 光屁股蹲在一边 就拉开了屎 我去你妈的 你不能往远一点吗 王氏才骂道 那边只传来 黑一声无耻的笑 少平知道 安锁子已经三十岁的人了 还没找下老婆 因此一听男欢女爱 就忍不住变态似的发狂 去他妈的 书毁就毁了 他只能另买一本 这时 掌子面那边 接连响起沉重的爆炸声 顷刻间 浓烟就灌满了汗道 有人破着嗓子咳嗽起来 炮声一停 王氏才像只老虎一般跳起来 喊叫大家赶快进工作面 于是 那天天照旧的惊险的场面 便又展开了 接连拖完三茶炮炸下的煤 他们一个个累得像死人一般 众人先后摇摇晃晃通过黑暗的航道 向井口走去 此刻 地面上又该是阳光灿烂的时候了 离开掌子面的时候 少平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般眩晕 他知道自己病了 其实 昨夜刚开始干活的时候 他就感到两条腿发软 身子轻飘飘的没有一点力量 脊背上时不时掠过一阵 四冷四热的激流 这个班 他是勉强支撑下来的 既然到了井下 就应该把这一天的工资 完整地拿到手 现在 干活的人都自顾自走了 少平浑身像着了火似的 一个人手哆嗦地扶着 大航道凹凸不平的墙壁 慢慢从脚车坡走下来 下了几道坡以后 他好不容易来到封门后边 出了封门就到大航里了 但他再也没力气 拉开那扇沉重的门 少平颓然地坐在潮湿的地上 嘴里发出轻轻的身影 黑暗 无声无息 此刻 他就像身处另外一个 无生命的世界 永远再不能返回到人间 他勉强挣扎着力气来 两条腿打着颤 试图再一次拉开那扇封门 又失败了 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 即使拉开这道封门 还得拉开另外相同的一道 他才能走到大航里 看来 他只能等待下一班工人的到来 但这得等很长时间 说不定这期间 他会昏迷过去 少平绝望地 再一次靠岩壁 坐在地上